題目說呢 這個負數是一個時數 請問你A多少 這個很吊詭 為什麼你知道嗎 啊這明明就是個負數啊 A又說它是時數 你不覺得這兩個就是矛盾的嗎 所以換句話就怎麼辦呢 你應該先把這個理的 1加2i分之 A加3i 你先把它怎樣 先類似做個有理化的動作對不對 所以把它乘一下吧 1-2i 1-2i 所以下面沒有下面就變成了5 然後上面就把它乘開 就變成了A加3i 解2a i 加6 然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整理的意思指的是 把時數跟虛數照做區分 所以變成了5分之 A加6 還有加上5分之 3-2a 然後旁邊寫個i 然後因為題目說它是個時數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應該是多少 0 所以我知道3-2i 3-2a應該是0才對 如果它不是0的話 那不就有變虛數了嗎 所以它 時數的意思是說不能有出現i 所以它這個叫做0 所以A就出完了A就等於2分之3 Voil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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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